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的施政报告论坛 被问到近年离开香港的人数有所增加 是因为感到不幸福 李家超认为每个人对幸福感都有差异 没有一个特别的指标 他又不认同离开的香港人 都是因为感到不幸福 相信他们离开香港的故事都不一样 幸福的确是一个感觉 每个人的感觉都很差异 有些离开的因为可能他喜欢在某个地方去读书 又或者因为亲戚的理由 又或者因为很个人 某个方面在那里有个发展空间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所以每个人离开香港的故事不一样 我们香港在这么多年历史 都是很习惯了出出入入的 在轮壇上 李家超再为他提出的简约公屋解释 他说当局会被轮后公屋的市民有选择权 如果选择了入住简约公屋的话 将来都可以选择传统公屋上楼 对于被指简约公屋并没有真正缩短公屋的轮后时间 李家超就认为不应该只是看冷冰冰的数字 要倒入居住在环境恶劣的市民角度上思考 协助他们尽早上楼 你是很冷冰冰看数字 还是很感性将自己堕入在轮后公屋的人的角度 那个地方又狹窄 又热又焗 又热又热 漏水 一天他都想早点离开 这就不是冷冰冰 如果冷冰冰早一天有什么意思 我就不希望有这样 我是很希望真的在困扰的人 我尽量帮到他 所以撇开这个 提前上楼计划 可能是三至十八个月 对于冷冰冰的人无所谓 但对于那个在这里 水深火热 天天都不想在这里算 三天他都很开心 李家超又说 施政报告推出来的抢人才措施已经非常进取 容许毕业在全球八强大学 有三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来香港 又说不会将本港抢人才的政策 和新加坡相比 认为香港有自身的吸引力和优势 凤凰卫视记者 林家乐报道